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日本的有關於虎克定律的實驗的影片 要準備彈簧 還有罰碼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現在的做法是 從零開始做 所以如果量到五公分 就表示是深長五公分 就是我需要的形變量 可是我們的考卷上 他不是這樣做 所以會有個問題我們後面要教的 有人的是給全長問深長 有人給深長問全長 要分清楚 他到底給什麼條件 然後問什麼條件 然後我們的計算上用到的是深長量 我們要教的那個深長量 原來七公分 後來十公分 深長三公分 我要用的是那個 三公分 多一個 多一個把碼 10克 到2.6 然後不斷的加把碼 就是增加的外力 然後就看他的生長量有多少的變化 一開始 就是畫不同的把碼,看不同的結果,生長量的變化 第一個彈簧,接下來會畫一個彈簧 我們考試題目上很少出現兩個不一樣的彈簧 很少出現兩個不一樣的彈簧 但是不管一不一樣彈簧,反正每個彈簧都一樣 但是平均時能夠比較準確一點 這個字寫錯了 好像沒有錯,沒關係 現在換一個彈簧 做法基本上一樣 這個彈簧顯然比較易,比較不會拉長 硬是有的,我們會在那邊 別的這個彈簧 在那邊,我們會在那邊 我會在那邊,我們會不動 就不動 很會不會拉長的地方 那邊有一個人還是會不動 在那邊,她會在那邊 有一個人還是不動 在那邊,我會不動 在那裡,我們會來 我會不動 那邊,我們會不動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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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